我覺得平均一個檢察官 一個月會被分發的新案是80到120件 甚至有些身上未及的案子 是可以到一兩百件 最多有到三百件 晚上也加班 假日也加班 但是案件還是接不完 像我自己就有看過一些案子 是有人呢? 他可能同時間在地檢署進行案件 會有七八件 那裡面充斥著非常多的濫訴 也就是浪費司法資源的情形 嗨大家好我是妙心律師 之前有一封檢察官辭職的公開信 是在檢察官的內部論壇裡面瘋傳 那因為檢察官跟法官 他們都會有自己的論壇 是必須要透過內網的方式才有辦法登錄啦 不過這一篇因為有被傳到媒體上面 所以很多人看到也引起很多人的討論 他在裡面的內容是提到了 自己對於檢察內部的體制 充滿著失望 包含了無窮無盡的辦案 還有無窮無盡的壯案 如果真的不小心犯錯遇到地雷的時候 長官還會對你落井下石 也是這個落井下石 成為了他想要離職的最後一根稻草 那我相信很多人對於檢察官的認識 可能最早期是 日劇的Hero 就牧村拓塞嘛 或者是比較近期 模仿範裡面的吳康仁 這個主角 就他們也都是屬於檢察官 今天就從我一個職業律師的視角 來告訴大家 檢察官實際的狀況是怎麼樣 首先是 如何成為一位檢察官 那檢察官跟法官 他其實是經過同一個文官的體系 考試出來的 他們參與的考試都叫做司法官 那司法官考試呢 必須要通過兩次的比試 也就是一試跟二試啦 那如果兩次的比試都通過了以後 還會有第三試 考試 總錄取率 只有大概 1%到2%而已 要考取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再來法律圈都會覺得是 天公仔仔 你要這樣講 才有辦法考上 考上之後 也並不是說 你馬上就可以去辦案 或者是判案了 你還必須要參加司法官學院的訓練 就是所謂的 私訓 私訓的期間是 兩年喔 那兩年的期間就是領半薪 不過這兩年 其實是非常廝殺 非常競爭的 不是說去當度假營 然後交朋友 原因就在於 這訓練的兩年期間呢 必須要上非常多的課 除此之外 也很常要考試 那就有類似期中期末考的制度 還會有各種的評分機制 譬如在第二年的時候 到其他單位去進行實習 長官也是可以給你打分數的 那這兩年下來 把這個分數全部加總 就會成為你最後 決定要如何分發的一個依據 它最殘忍的地方就是 你要跟你身邊的朋友 同時做競爭 等到時期期滿 那最後就會依照你們分數的排名 來決定誰先選 你要當檢察官 還是要當法官 同時也會決定 你會在哪一個單位 所以譬如最強的 通常就是在 台北地院或者是士林地院 因為台北人比較多啦 假設要成為士林地院 或士林地檢的法官或檢察官 常常那個排名都是要前五名 才比較有機會選到 那至於比較後面的名次呢 可能就是會選到一些 所謂的 重災區 至於哪個地方 我們就不方便講 所以這兩年的受訓 是非常的精實 據參與過的朋友都講 這兩年的期間 其實是比他們自己 在準備司法官考試 都還要來的認真 也就是這兩年的受訓 會決定你未來 十年、二十年的工作地點 所以每個都是卯足了進在念書 還是要提醒 其實私訊在過去幾年 也是會淘汰掉幾個啦 雖然人數非常少 但大多數是比較嚴重的情形 可能是考試真的一直考不過 或者是有嚴重 比如說放鳥啊 或者是缺錢的狀況 才會在私訊的階段被篩選掉 那假設真的順利挺過 成為了正式的檢察官 那我相信大家一定會很好奇 那檢察官既然這麼難考 然後還要經過兩年的受訓 那薪水多高 當然身邊因為很多檢察官朋友啦 我們也不會白目到 直接去問他薪水是多少 但也打聽得到 而且在網路上查 其實也都查得到 如果你擔任的檢察官 經過這個成程關卡 你的起薪加上各種獎金等等 大概是十萬塊以上 聽起來好像還不錯 但如果你聽完 檢察官要做的事情 可能未必會這麼想 那到底檢察官的任務和職責 是做些什麼 那我相信一般人都知道 如果今天遇到了犯罪 譬如說自己的東西被偷走了 第一個聯想到是警局報案 可是警察受理了報案之後 他可能會做調查或是去找犯人 但是警察他沒有辦法直接決定 這個眼前的嫌疑人 是不是真的構成犯罪了 有沒有符合犯罪的要件 那證據是不是齊全 要負責做這個決定的就是檢察官 所以一般的刑事犯罪 即便是報案過後 也都會移送到地檢署 就由地檢署的檢察官來做決定 如果地檢署認定 這個嫌疑人確實構成犯罪了 他就會起訴這個被告 那起訴被告就會進到法院 才會由法官來進行審理 那檢察官他在起訴過後 他就會有點利於原告的立場 有點像是代替國家 在追訴這個人的犯罪 所以如果你有到刑事法院看過 罪上面做的是法官 那左右兩邊呢 分別做的就是檢察官跟被告 那被告可能會請律師嘛 就辯護人 所以檢察官跟律師在刑事法院裡面 他就是一個平起平坐的一個位置 那至於開頭的這個辭職信裡面 所提到的專案到底是什麼 其實專案呢 就是針對部分類型的犯罪 那成立的一個專案小組 那通常這個犯罪類型 大多數是比較嚴重的 譬如說重大的竊盜 或者是暴力犯罪 還是詐騙案件等等的 那因為這種涉及的被告人數比較多 在調查的階段 必須要有層層的分工 通常是會跟警察 或者是調查局等等的單位做配合 所以當聽到檢察官朋友講說 他今天有專案大概也代表著 他通常會很晚才下班啦 晚上十點下班就是基本的 跨到凌晨一兩點才下班也是很常見 你會想說為什麼動專案一定要動到晚上 你要想喔 被告很多人的作息也跟一般上班族很像 就他白天可能是往外到處跑的 他通常是晚上才會回家 回到一個固定的場所 那如果警察第一時間把人犯抓來了 那檢察官必須要去詢問被告 而且依照法律規定 如果你擔心這個被告之後逃跑 或者是去跟其他共犯創供 那這時候檢察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積壓 那由於我們的法律規定是 積壓你必須要在24小時內就做成這個決定 所以變成檢察官就要趕快加班 去做出這個積壓的申請書等等的 所以檢察官每背一個專案 對於他的負擔都是非常的大 不過剛剛講這種負責一線調查 或者是說要專案啊 還是要積壓被告等等的 在檢察官的分類裡面 他是屬於偵查的檢察官 那其實還有大概有兩種類型 叫做公訴檢察官以及執行檢察官 那他們會有不同的任務分配 那其實講直白了 其實說這句話我相信會得罪不少人 但是現實的狀況就是 偵查檢察官他的負擔 是遠高於公訴檢察官跟執行檢察官的 因為只有偵查檢察官 他必須要一線去打擊犯罪 然後要一線熬夜加班 去決定要不要積壓被告 而且偵查檢察官還有另外一個工作 就是要執內外勤 只要當天這個轄區有人有死亡 看起來有踏殺嫌疑的 檢察官都要去現場看 所以如果他們說什麼執內外勤 就是一天可能要看 八句到十句的大體 這也是偵查檢察官常常需要做的一件事 我還聽過這個檢察官朋友在分享說 哪一種屍體比較臭 但是公訴檢察官跟執行檢察官 原則上都不用 至於公訴檢察官具體在做的事情就是 今天我們前面前段打擊犯罪的偵查檢察官 他決定要起訴這個被告 那因為要由法官來決定這個被告 有沒有構成犯罪嘛 這時候必須要一個檢察官去開庭 去負責跟這個法官 跟對方的被告跟辯護人做攻防 那這個就是公訴檢察官在做的事情 那為什麼會講說公訴檢察官 通常會比較輕鬆一點 因為他是站在前人調查的基礎嘛 也就是偵查檢察官他就已經把證據都整理好了 起訴書也寫好了 然後就把他送上去 所以公訴檢察官其實要做的事情相對之下是少很多的 甚至其實對於我們這種藏袍法院的人來講 就會知道 有一些公訴檢察官會有一點點像機器人的感覺 當法官問說 檢察官有沒有意見 辯護人有沒有意見 輪到辯護人講話 我們通常會講好多東西 就是說明這個被告是不是無罪被冤枉的 還是情有可言應該要檢刑 但是公訴檢察官很常只講一句話 如起訴書所在 或是最後呢論罪科刑 講說請法院依法判決 所以跟一線的偵查檢察官相比 要做的事真的是少非常多 那另一個也算是檢察官裡面的良缺就是 執行檢察官 執行檢察官在做的就是 今天啊 已經有人被判有期徒刑 要入肩服刑了 那這就是執行檢察官要去做最後的確認 執行檢察官也可以有權限決定 要不要讓你一顆法徑 但總之因為他已經不參與問案跟調查了 所以相比鎮查檢察官他的工作負擔也是少非常多 所以既然聽完了這三者的差異 就知道開頭這個辭職信 他的用語啊 看起來應該就是偵查檢察官 他待不下去想要退啦 在偵查檢察官 公訴檢察官跟執行檢察官裡面 分配是非常不均勻的 這個辭職的公開信 裡面就講到 在檢察官這個圈子做得多 卻收到了 行政懲處 還有職務平定不優良 裡頭很多人為了想要屈級避兇 只好去 就我自己認識檢察官的朋友提到 身主任其實有一個蠻大的好處就是 他們不用持內外勤啊 也就是晚上的時候不用值班 至少在工作時間上面是比較好掌握的 也因此這篇文章才講 身主任變成也是一個避兇的方式 先前我們有介紹到一個檢察官寫的書 裡面也是描述到 其實在檢察官這個圈子裡面 一個狀況就是 能者過勞 但是廢者很閒 跟這個辭職的公開信 描述到的是有點雷頭 除此之外 另一個避難的管道 就是調到公訴主 或者是執行主 再來關於偵查檢察官 他另一個壓力很大的地方 就在於案量 根據我們看到的資料 目前是不到1500名的檢察官 負責偵辦全國的犯罪 我覺得平均一個檢察官 一個月會被分發的新案 是80到120件 就我自己認識一些的檢察官 確實是這樣 甚至有些身上未決的案子 是可以到一兩百件 最多有到三百件 當然到三百件那一種 通常都會長官會來關切的 但現實的狀況就是 真的有很多檢察官 晚上也加班 假日也加班 但是案件還是接不完 因為如果你希望 檢察官能夠好好的幫你平反 或者是幫你伸張正義 你不可能指望他辦案精確的同時 又希望他辦案的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這真的是一個現實 然後很困難的議題 那以上呢 就是我身為一個職業律師 然後還有包括一些身邊 檢察官朋友 綜合了解下來一個簡單的介紹 不知道大家對於檢察官這個職業 或是開頭的這個職信 是不是有多了解了一點 再來說說我自己的一點想法 其實這幾年應該說每一年 每一個總統 每一個新上任的首長 都會強調說 我們的司法應該要改革 當然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東西要解決嘛 至少就於我自己看到的觀點 目前的案件量 跟人手不足的狀況 這確實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急迫的課題 也就是今天你要提告 常常是要排隊 不是排隊而已 還是嚴重塞車 舉我自己為例 連律師幫客戶提告 已經有請律師了 有掛律師的名字 有些案子提告過後 到檢察官第一次開庭 是隔四五個月 甚至隔到半年 當然這個中間 可能有經過警局的階段 你就知道現在案件量 到底是多麼的飽和 多麼的誇張 那要解決 檢察官或者是法官 負擔過重的狀況 那當然就有兩個面向 第一個就是 你減少案件量 第二個就是 增加人手 那以減少案件量這件事 我們當然不可能去 跟這個民眾講說 你以後遇到犯罪 你以後遇到事情 不要來告 遇到問題 他終究希望獲得解決 就我自己的觀察 我認為真正需要解決的 常常是那種 所謂的VIP客戶 或是說VIP當事人 這種人真的非常多 像我自己就有看過一些案子 是有人呢 他可能同時間 在地檢署進行案件 有七八件 那裡面充斥著 非常多的濫訴 也就是 浪費司法資源的情形 那我們目前制度上最缺乏的 就是對於這種濫訴 亂提告的人 給予適度的制裁 過去有過一些經驗 就有人亂告一通 最後被法官罰了 六萬塊還是十萬塊 但是他是已經告了 十幾二十件 才有一次被法官做裁罰 那其實有更多數的是 他亂告一通 但是沒有任何的代價 我認為這件事情 如果一直不解決 我們案件量就永遠是暴增 真正有需求的 會變成用不到 那所以聽我講完這些 如果你現在是法律系的學生 或者是即將要考司法官的考生 真的考上了 那當然你下一個抉擇就是 你要當司法官 就是法官假官還是當律師比較好 我自己是蠻喜歡律師這個職業的 律師的自由度比較高 那發展度也比較高 挑戰性 我不會講比較高 但是挑戰性是很高 因為你每天都在遇到不同的案件 跟形形色色的當事人 但相對之下 就沒有這個鐵飯碗的保障 他不是終身職 那你也沒有固定的休假 休假變成是 你要自己爭取 你要自己排 但我自己還是認為啦 如果呢 你是法律系的學生 你有先考上司法官 一般還是會建議我自己的學生 或者是學弟妹 還是可以去當啦 因為這個私訊的兩年 對於你將來 假設你縱使不當法官假官了 轉當律師 他也是非常受用的一個知識 有非常多律師的前輩 就是法官跟檢察官轉任的 那老實講 這一類的人在客戶的信任上面 確實是還蠻有優勢的 那我相信他們過去的能力的培養上面 也是相比 只有五個月的律師實習 是還要來得扎實許多